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关于疫情的情况 首先呢,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数字 那这数字呢,就是昨天的了 星期天,印度公布的新增确诊人数是36万6 但是呢,这个数字啊,也仍然是老问题了 就是不准确,跟实际的情况呢,有出路 应该说有很大的出路 另外,他的死亡人数呢,还是超过4000 现在他总的确诊人数达到了2270万 和美国正好就相差1000万 死亡人数是24.6万,增加了4000 那美国的情况呢,是新增的确诊是22000 新增的死亡人数是246 我就发现呢,美国好像情况这两天好转得很快啊 每天都降了一个1万的级别 但是呢,有网友就提醒我说呢 美国它是这样的,它到了周末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就不工作了 那些检测的就不工作了 所以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他们就明显的减少 你得看它星期一到星期五如果减少的话 那才是真的减少 所以呢,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明天再看美国是什么情况 那昨天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印度的这个疫情向周边蔓延 最先显现出来的就是尼泊尔 因为尼泊尔呢 它基本上就好像是印度的殖民地差不多 它两个国家之间呢 是没有边境的 有边境 但是呢,它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边检措施 你只要是拿一个身份证 甭管是尼泊尔也好 还是印度也好 就在边境呢,随便进出 那有网友反应呢 实际上比这个还要松 因为有中国的这个旅游的人呀 去过这个尼泊尔 到尼泊尔旅游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就过了边境了 发现怎么到了印度的这里面来了呢 就是自己都不知道就进入了印度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它没有边境 这个边境有和没有是一样的 实际上呢 你一个人你到了边境以后呢 你压根就不知道你在边境上 它这两个国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你要是这么一个情况 尤其是现在在疫情的时候 你尼泊尔仍然是保持这个边境 是这么一个状况的话呢 那你难怪尼泊尔现在是疫情最严重的 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 尼泊尔呢 在边境地区检测的时候 确诊的比例呢 达到80% 然后在它的内陆地区 就是离边境远一些的地区呢 也能达到44% 我就由此来估计呢 印度现在起码它得有五六亿人 已经感染了这个病毒 因为尼泊尔它是受了印度的影响 它都这么多 对吧 那你印度本土会比它好吗 我认为不会比它好 对吧 它达不到80% 它也得有44%吧 对不对 所以印度这种情况 好 它对周边地区最新受害的呢 是尼泊尔 然后最近几天 有这么几个国家呢 也急剧上升 就是泰国 马来西亚 老挝 这三个国家 他们是急剧上升的 那今天呢 我又看到一个报道 现在呢 有一个地方 受印度疫情影响相当严重 这就是那个岛国马尔代夫 大家都喜欢到马尔代夫去旅游 那马尔代夫今天报道的说呢 他星期日新增是1091例 1091例啊 他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他是一个岛呢 他总的人口不过就是53万而已 53万人就很少了 基本上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镇 对吧 中国的一个乡镇就得有50多万吧 那他现在马尔代夫 他一共确诊的人数呢 是35000啊 我给他算了一下 这是多大的一个比例呢 他就是全民 全社会感染的比例是6.6% 他每100个人里面呢 就有6到7个人已经是感染了 已经确诊了 感染其实还不知道 确诊就是经过检测是阳性 已经是6.6%了 那他这两天呢 急剧的上升 他上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查了一下 他在4月15号的时候 他日增只有95个人 你说到只有95个人 其实95个人 其实很多了呀 他那么点小的一个小岛 53万人的一个小岛 他日增95 是非常多的 我们都知道呢 现在台湾出现了输入性 转成本土性的感染 那台湾呢 到现在这一波的感染 到现在为止 也只不过就是58个人确诊 那马尔代夫 他在4月15号的时候 他就95个 其实是很多的 我前面又说了哈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 如果说他疫情会泛滥的话 他都是有原因的 那这马尔代夫呢 他就不关闭他的口岸 他有可能是因为 马尔代夫这么一个小岛 他非常非常依赖于这个旅游 他应该是什么产业也没有 就依赖旅游 他没有能力承受 把边境关闭 不让人来这种后果 所以呢 印度那些富豪 在这个时候 他们都包专机 都跑到这个马尔代夫 就是由印度 现在有很多人 他往马尔代夫来跑 造成了马尔代夫呢 现在急剧上升 4月15号呢 他还是95个 4月26号 他就328个了 那5月2号呢 就是508个了 那5月7号呢 就是766个了 隔了一天 5月9号 也就是昨天呢 他是1091个了呀 这个疫情呢 是非常的严峻的 那就是印度 现在对周边国家的 这个影响 从数字上看 就是这样的 那印度失控 我们大家是 已经都知道了 我呢 就不跟大家重复了 现在我就跟大家 说一些呢 就是以前 没有被报道过的 我说没有出现过的 一些情况 比如说今天 有一个报道说 他们那个恒河 我们都知道 那恒河 他们干什么 都在那个恒河里 对吧 到那恒河里面 去沐浴啊 去洗澡啊 刷盆啊 刷碗啊 洗头啊 刷牙洗脸 都在那恒河里面 包括拉屎撒尿 都在恒河里面 那那恒河 那恒河真的是脏死了 然后呢 今天有一个报道 说恒河的上游 飘过来尸体 到现在为止呢 累计已经发现了 有12具尸体飘下来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上游 就是印度人呢 有可能说是 他死亡的时候 就在这河里面 他就死了 应该不是这家人 把这尸体 扔到恒河里面吧 因为我看到有报道说呢 有的人会在恒河的边上 只要有一个空地 你就架起来柴火 你就可以在那 焚烧这个尸体 但是呢 我还没有看到说呢 就把尸体 直接就扔到河里面的 那今天呢 我就看到报道说 在河里面看到 飘下来12具尸体 是什么情况 这尸体能到了河里面呢 反正是呢 我就使劲想 一个可能性就是 这人在这恒河里面 甭管他干什么 然后呢 他当时他就死掉了 或者是呢 他没有能力离开这河 然后就在河里面死掉了 或者是在那死掉了呢 然后就待在河里面 或者是呢 没有能力 然后倒在河里面 没准呛死了 或者是淹死了 或者是慢慢的就死了 然后在河里面 那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 不是说他们印度 烧尸体的那个柴火 有的人家里面都买不起吗 或者说是买不到那个柴火了吗 那有可能是说 有的人没有能力来买柴火 就没有能力 把这个尸体呢 来给他烧了 那就直接扔到河里面去了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吧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家里人可能就不管了吧 不管了 直接给他扔到河里面 或者是一个流浪汉 就是没有家里人的 然后他死了 别人呢 也不管他 就给他扔到河里 无非是这几种可能性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 都是因为印度人 他们那种无政府状态 政府也不管 也没有规范 那人们呢 又贫穷 又落后 然后呢 智商又堪忧 也没有什么道德底线 所以呢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印度呢 完全是失控了 你想想这尸体呢 都到河里面 漂到了下游 印度统计的那个死亡数字 他能够准确吗 根本就不准确好吧 好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呢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 印度有一个议员 他在网上就做视频 教大家如何来喝牛尿 那现在这个事情呢 被全世界都知道了 全世界都在笑他们印度 都在笑着议员 这还是他们的议员呢 这议员都这样 但是呢 就喝牛尿这件事情啊 在我们印度之外的地区呢 我们大家就觉得呢 不可思议 但是呢 在印度 是非常非常稀松 平常的一件事情 那我看到哈 就印度那个议员 他做视频 示范喝牛尿 他那个牛尿呢 你还看到 他拿一个包装瓶来 他拿一个瓶 然后呢 把这牛尿 倒到他那个杯子里面 是用热水冲了来喝的 那个细节我们不说了哈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牛尿 在他们印度 现在 它是一个商品 是一个商品啊 就商家 还把这牛尿用来 作为一个商品 还来赚钱呢 就说在印度 他们是非常认可 这牛尿的 那倒回去一个月呢 我还有点不相信这事 我还认为呢 是有些人 糟禁人家 印度人 却原来不是 他们不仅喝牛尿 非常普遍 他们还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还有这个牛尿 这个商品 现在牛尿 这个商品呢 在印度 应该是呢 很好的一个生意 应该挺赚钱的 尤其是在他这个议员 现在带头 还做视频 来广而告知 对吧 还教大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他们这个商品呢 就更加的popular了 那第三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说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 就是在去年 下半年的时候 美国是特别严重的时候 那这个城市啊 或者是州啊 都封城啊 或者是封州啊 就是封锁了 让大家都呆在家里面 除非必要 不能出门 除非是必要的工作 就不可以工作了 那那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人 因为美国人呢 他们是不攒钱的 不存钱 不攒钱 有些人也是攒的啊 有些人收入高 收入高 你花不完的话 你势必会攒 还会投资 对不对 那广大的普通人呢 他们有一个词 叫手到口到 就是你用手去工作呢 然后你有饭吃 你如果不工作的话呢 你没有饭吃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美国呢 增加了很多的 无家可归的人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 他们会找一些 比较避风避雨的地方 去住 那就在那些 桥的下面 就聚集了好多 无家可归的人 那会儿我们还看到呢 有的桥下面呢 聚集的是穷人 有的桥下面呢 是聚集的是富人 富人为什么 还会无家可归呢 他就是他们不攒钱呀 而且他们会把钱 花到最极限 他的工资高的时候呢 他买的房子 就会是豪宅 他每个月的收入呢 他就最大限度的 来付他的房贷 那你一旦没有工作的话呢 那你这房贷就付不起了 你房贷付不起 然后银行就会把你赶出去 这房子就不归你了 归银行了 那另外呢 有些人是租房住的 他也是啊 他租房住的时候呢 他也是把钱 就是花到一个极限 我一个月挣一千块钱呢 我有可能会租一个七百块钱的一个房子来住 那我这一个月如果是一万块钱呢 那我就会去租一个八千块钱的一个房子来住 对吧 那你现在没有收入了 你有没有攒钱 你有没有存款 那你就只能让人家房东 你交不起 房东就给你赶出去了 这样呢 富人他也会无家可归的 所以呢 你在有些桥下面 你能看到富人在那个地方待着 有些桥下面 你会看到穷人在那个地方待着 印度人呢 现在就是这样的 印度这个国家呢 是很奇怪的一个国家 可能是殖民地啊 受殖民的时间太长了 那殖民他们的西方人的这些习惯呢 他们也接受了 他也不攒钱 受盗口盗 那就出现了 现在印度的工厂开不了工了 很多人呢 都没有工作 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 有一些农民工 然后没有工作 他们就回到农村去了 那就有可能把这病毒呢 也带到农村去了 那还有一些人呢 他就和美国的那些人一样 他并不是农民工 但是呢 也是那种手道口道的那一类人 现在在印度呢 据说是不怕感染病毒 病死 最危险的现在呢 是饿死 人们就在街上啊 无家可归 也没有吃的 你想想没有吃呢 你能坚持几天呢 那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人 有人有的比较有钱的 有善心的呀 就去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给他们送食物 那我看到有一个人呢 他已经连续好几天了 他在那派发食物 比如说今天呢 他去派发是150个盒饭 150个盒饭 远远不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但是呢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呀 那他能给出多少啊 给出上万吗 好像看样子 他也不是一个 那种跟比尔盖茨似的 那么有钱的一个人 他好像也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人 好像还有和他的朋友联合吧 他朋友比较有钱 他们每一天都在派发这个盒饭 派发食品 就是说呢 有很多人有可能会饿死的 好 这是印度的这个情况 另外呢 前两天 有网友给我发了一组数次 就是呢 给印度来捐献物品 美国呢 派了一个大飞机 给印度呢 去送去救援物资 说这一个大飞机上面呢 你猜就拉了什么 只拉了500个制氧机 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很多媒体啊 都在说这件事 美国呢 其实你也不能怪他 美国其实是没有物资 给印度来派发的 他们没有 他们有的呢 现在他们没给 但是他没有呢 他送了500台的制氧机 拿一大飞机拉着去 值得吗 根本就不值得 对不对 还不如把钱给他们呢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个物资啊 我在前面视频 其实说过 美国是没有的 因为全世界的这些物资 都来自于中国 都是中国制造 那以前的时候呢 印度没有爆发这大规模的 还有可能是印度制造 但是印度现在趴下了 全部的订单都来到了中国 那都是中国制造 美国手里面 还得像中国要呢 对不对 还来自于中国呢 他哪里有啊 他根本就没有啊 那他有呢 只是有疫苗 疫苗现在呢 又不给 西方人呢 都在谈论这个疫苗 不仅仅是谈论了 欧盟还专门开了一个首脑会议呢 就来讨论这个疫苗 这个专利的问题 拜登在星期五的时候 不是公布了说 他支持这个放弃疫苗专利吗 那这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就是西方国家呢 就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欧盟呢 专门开了峰会来讨论这件事情 欧盟现在就对美国进行指责和抨击 说你美国你这么做 你就是别有用心的 关于这个呢 我昨天已经做视频呢 跟大家讲过了 今天呢 我就想说呢 有更多的国家出来发声 不光是法国180度的大转弯 他本来是支持说放弃专利的 现在他也不支持了 那还有意大利 还有西班牙都出来说 不支持这个放弃专利 为什么不支持放弃专利 因为专利不专利的这个事呢 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就是 疫苗的产能不到 这是其一 再就是美国的自私自利 美国不和其他的国家来分享这个疫苗 美国不出口疫苗 这是其二 主要的问题呢 还是在美国的身上 那要求放弃疫苗专利这件事呢 是印度提出来的 是南非先提出来的 印度呢 在这波疫情爆发之后 他们发现他们的疫苗不够了以后呢 印度就加入进去 要求放弃这个疫苗的专利 那现在美国政府提出来说支持支持这个 但是尽管呢 欧盟都反对 还有那些药厂全都反对 印度呢 现在也不提疫苗专利这事了 我就认为呢 印度其实也别有用心 印度提出来这疫苗专利的问题呢 我认为它是冲着中国来的 因为这个辉瑞疫苗啊 他们印度是没有能力来生产的 印度不仅没有能力生产 他连储存的能力都没有 因为辉瑞疫苗 莫德纳疫苗 它是一个特殊的疫苗 它对这个储存的条件有很高的要求 那生产的条件呢 那就更有要求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印度应该 它的目标并不是辉瑞疫苗 并不是莫德纳疫苗 它能生产得起的 能够找到客户的 也只能是容易生产和成本低的 你只有成本低 它自己啊 给它的民众打的话呢 它成本低它打得起 那它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呢 发展中国家呢 发展中国家买得起 那它瞄着呢 我认为就是中国的疫苗 如果全世界把专利全都放弃的话呢 我估计十有八九 它不会去生产其他的疫苗 它会生产中国的疫苗 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 那美国现在呢 就受到了印度现在的指责 印度现在不去说什么专利不专利的事了 因为美国呢 它已经支持了 只要是美国支持 就会把这件事情 由美国来主导 慢慢的呢 如果能行的话呢 就会把这件事促成 如果促成的话呢 印度就能拿到中国的专利全 那美国如果促不成的话呢 那这件事呢 就没有人能促成 这就是印度耍的这个心眼 然后印度现在呢 就不提这个专利的问题了 就跟美国就提出来呢 我们需要这个疫苗的原物料 这件事情啊 也让我是非常的奇怪 美国有什么原物料呢 印度如果说它生产的话 它不是生产的是阿斯利康疫苗吗 它阿斯利康疫苗 美国有原物料啊 我也不是很懂啊 有可能是说 不管是什么疫苗 有一部分原物料 可能都是一样的吧 有可能 比如说里面的盐水 比如说哈 我也不懂 就只能这么瞎猜 反正就是说 里面有一些原料呢 都是什么疫苗 都一样的部分疫苗 有可能这些原料呢 是在美国的手里把着的 那美国现在也受到了欧盟 受到了印度的这个指责了 有人还指责拜登呢 就是非常的虚伪 为什么说拜登非常的虚伪呢 拜登你根本就是 把你自己放到一个道德的制高点 好像你是一个道德的圣洁者似的 好像你是一个道德的典范似的 而实际上你是怎么做的 而实际上呢像美国 现在他们仍然是那个出口禁令 仍然没有解除 为什么印度说你应该放出来那个 因为他有出口禁令啊 那现在拜登呢 就把出口禁令的这个呢 一推625 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跟他自己没有关系呢 这些出口禁令 包括疫苗 包括原物料 都是由川普在台的时候 川普出台的那些禁令 可是你拜登 如果说你想解除的话 你不是很容易就解除吗 但是你也没有解除 所以拜登这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虚伪的 这个虚伪的政客呀 他比那个直接了当的政客 对这个世界的伤害性 对民众的伤害性更大一些 所以像拜登这样的 对世界的伤害性更大 还有美国呢 甭管是谁当总统 他们都是光说不练 他光说不练 拜登其实也许了好多诺 还有说给这个国家疫苗 给那个国家疫苗 实际上他都没给 全都没有兑现 他根本也没打算兑现 说广化不脸红的这种人呢 真的是 你就拿他没办法 对吧 三月份的时候 你说你拜登 你开一个四国峰会 告诉说 由你美国提供技术 由日本出钱 由澳大利亚负责分发 由印度来生产 结果呢 结果呢 说完了就完了 光说不练 光说不练 我们从这事 我们也能看到哈 一个是澳大利亚 一个是日本 更了解美国 让日本出钱 日本也不表示反对 就什么也不说 就知道这事呢 是光说不练的一件事 那说到这呢 说着日本 日本现在七月份 马上就要召开 这个奥运会了呀 但是呢 现在你看 日本连疫苗都没有 日本打疫苗 现在我能看到的 打疫苗最少的一个国家 前两天我还说了 日本怎么不重视这事呢 有网友说 美姐不是日本不重视 她拿不到疫苗 你以为说美国会为了日本好吗 哎呀 你现在奥运会要召开了 你这比较紧急 我支援你一些吧 对吧 没有 美国根本就没有支援这个日本 日本为了能够确保 她这个奥运会这事不泡汤 日本说实在的都急死了 急成热锅上了蚂蚁 至于说现在呢 日本的奥运会可能就够呛 为什么说够呛呢 因为七月份马上要举办奥运会了呀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呀 今天五月十号对吧 你这一个月的三分之一就这么着就过去了呀 那你很快就进入六月了呀 按说你要奥运会的话呢 有些方方面面的就应该先到日本就到位了呀 对不对 就应该到位了一些准备工作 但是呢 据说现在全都没有 而且呢 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呢 就还在犹豫 很担心 就在观察 疫情 你现在自己都控制不了 都没有打疫苗 我去了日本去参加奥运会 我不会感染上病毒吗 即便是我打了疫苗 现在放眼一看 打了疫苗再次感染的 也大有人在呀 你打了疫苗也不能确保你呀 美国的那个防疫专家对吧 回了印度以后 不就得了还死了吗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让人多害怕呀 所以呢 日本的这个奥运会呢 在我看来 我认为也够呛 够呛 另外我再说一下呢 就是印度 他们任何一个国家对他帮助呢 他们都领情的不得了 但是就中国给他们帮助呢 他们认为是应当应份的 不仅不感激中国呢 还说要买这个高原用的坦克 要打中国 据说莫迪呢 现在又在蠢蠢欲动 开春之后呢 夏天的时候又要部署 在中印边境搞事 然后呢 前两天 因为五月份 中国是联合国的轮值国嘛 王毅呢 就在紧锣密鼓的召集一些会议 王毅召集的抗议这个会议呢 他们印度都不来参加 就是呢 别人其实对他挺关心的吧 他就把对中国轮值联合国会议呢 就看得很重 我就不给你面子 我就不配合你的工作 我就给你拆台 你现在你还召集什么抗议的会议 印度现在抗议 现在是主角 我就不去参加 哇 就是印度 你说他们 真的是 很黑心的 但是中国呢 都不跟他计较 我刚才说了 美国用一大飞机 搞的声势那么大 告诉说 支援印度的物资 结果就拉了500台制氧机 我原来我就说我 美国说是呢 支持它是50到100张床位嘛 和这50到100张床位呢 就是这500台的制氧机 但是呢 有的说是300台而已啊 有的还说30台呢 那我就看到呢 说法当中最多的是500台 有说30台 有说300台 有说500台 都不一样 但是呢 美国确确实实实说呢 能够解决他们50到100个床位 美国是这么说的 那中国是怎么办的呢 中国光在4月份的时候 已经都支援了他们 几万台制氧机了 还有其他的物资都别甭提了 那今天我又看到报道 红十字会 中国的红十字会 无偿的给印度支援 捐献100万美金的现金 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资 上万台的制氧机 这样的物资 口罩什么的 这些都更别提了啊 捐献中国的红十字会 我对中国红十字会 捐献物资 这个呢 我没意见 但是呢 你红十字会 不能给他们捐献现金呀 哪能给他们现金呢 就印度他们 为什么说他们黑市那么猖狂 他们印度的官方呢 是非常腐败的 他们都能把那个氧气机 把氧气给他们提供给黑市 让黑市去运作 医院里面就能干这事啊 你给他物资 他都有可能倒到黑市去 买这个黑心钱 你给他现金 他能够用到抗疫吗 不是装到他们自己腰包里去了吗 我觉得中国红十字会呢 提供100万现金的这件事情呢 有一点不聪明 太不聪明了 这100万美金的现金 绝对得打水漂 绝对被印度的官员都黑了 你应该给他提供物资 而且提供物资 还有一个好处嘛 你就在中国嘛 买这些物资 对不对 你把钱给中国的企业嘛 然后我们给他们这些物资嘛 把物资折合成钱 这就是100万美金 这样会比较好 一举两得 结果你给他现金 一举两不得 就打水漂了 就让那些官员黑心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